这些图片太搞笑了 哈哈 那位小姐在画什么 她好认真哦 你们这些小孩觉得画画很容易吗 看来你们需要面对一下现实了 哦 什么 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至少我们在一起 对吧 不错吧 想要试看看吗 一颗心能有多难 只需几条曲线 好久没画过了 再试一次 这里一条曲线 啊 我真的很不会这个 我没办法把两边弄平均 我会花很长时间的 但这个网格也许可以帮到我 我可以利用每个方块一次次的往下画 下半部分有了 现在是上部分 搭配不同的颜色会更漂亮哦 还有几个 太棒了 快看 好独特的方袍 这个呢 有点太现实主义了 我觉得 Matt这一轮很不错 哦耶 啊 他怎么这么久 快完成了 你的耐心得到了回报 他 他 看起来很有趣呢 画一个男孩超容易的 我每天都照镜子 太好了 Elly从哪里学来的 我不能教这个 Matt 你没时间了 我看看那些照片 必须快速思考一下 好的 男孩 嗯 也算是男孩吧 等等 让我稍微调整一下 好吧 但只有一分钟哦 谢谢 这些字母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首先 只需将它们链接在一起 看 开始成型了 一点点颜色 即可让它活过来 啊 它有点可爱呢 哈 怎么样啊 艺术挑战 真是一步杰作 你觉得如何 两个未来的毕加索 我就知道 我们可以做到的 喵 被迷住了吧 嗯 快醒醒 我们必须画一只猫 OK 我猜 很棘手呢 就快好了 胡须 我需要一点灵感 它真的睡着了吗 现在 我可以开始工作了 说再见吧 小猫咪 你跟我来 嘿 艾里 你是怎么做到的 太不公平 我也想要一个 但我也可以很聪明 嗯 好孩子 我更喜欢真正的猫咪 哇 摸摸哒 我又做到了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要把你画下来 你比我想象的要大呢 没办法给你描轮廓 也许 如果稍微转一下 这样不行 多么惊喜的意外呀 你知道怎么拼写Cat呢 Matt 棒一下它吧 你从哪里来的 好的 我们开工吧 好多了 该把Cat这个字 变成更像猫的东西了 我会让这个小家伙 变成棕色的 不要忘了耳朵 也许 在一些有趣的条纹 几乎和真的一样可爱呢 你觉得如何 有人在吗 我错过了什么 对 小猫 很可爱呢 Elly 这看起来好熟悉 Matt 现在 我知道为什么了 对不起 看来 这一轮我赢了 创意不仅仅 展现在画画上 嗯 我们跳完了吗 因为 还有小狗要画哦 太有趣了 不要从耳朵开始吗 Matt 你需要帮助吗 看看这里的这只小狗 什么 一只小狗 哦 算了吧 哦 嘿 Elly 看到小狗了吗 嘿 我现在有点明白了 像罗威娜犬 我可以在这里描轮廓 我可以添加我自己的细节 比如 它的小狗象圈 狗狗怎么能没有可爱的眼睛呢 然后 是湿湿的鼻子了 还有长长的舌头 和鲜样的颜色 把这东西变成了一件真正的艺术品 天呐 我真厉害 我只需要一点额外的帮助 我觉得这个不行 这东西怎么进来的 认真的吗 这就是我要的 真是个好孩子 而且很帅气呢 哇 它真的好可爱哦 哇 等等 不 你的叶术呢 我的准备好了 小姐 嗯 我真的有启发到你呢 耶 但现在 我只是想和它玩 它真的好软哦 最后 紫色 啊哼 请注意 还没完呢 画彩虹 是吧 让游戏开始吧 不能忘了这个 它们总是以红色开始 看 看起来已经像彩虹了 我不是很喜欢马克比 管好你自己 它什么都没做 嘿 那是POP-EAT吗 我好喜欢那些东西哦 而这正是我需要的 哈 是不是很棒呀 但我要用它来做一些不同的东西 每条线都有自己的颜色 这里还有几个 好的 不能忘了动动 现在快速翻转 是不是超舒爽的呀吗 几乎和这个一样舒爽 老师 当心 嘿 我们准备好了 哇 这么多美丽的颜色 画得有一点畅 OK 这才是特别的思考方式呢 你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些挑战中做得更好吗 这些看过了吗 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